邏輯判斷 一樣1加到99 這個數字一定要減1 因為後面的數字這個range函數 因為這個range函數 是python內部已經寫好的函式 所以我們沒辦法變動 那當然同學問我為什麼 其實這也不是我寫的 我們只能夠針對 它提供給我們的函數 去做使用 所以我沒辦法去變更它的規則 除非我自己寫一個 另外一個函數 那我就可以去改變它的規則 不然的話 你只能follow 意思就是反正這個地方 它一定有個初始值 後面這個數字要減1就對了 大概記一下 如果我今天的規則 我剛剛有講過 這個你也可以 如果不要是99 你可以用一個input的值 請各位自己再練習一下 我同學還蠻不錯的 自己就把那個input 還記得 那如果說你要丟到這裡 記得要轉型 如果你沒轉型的話一定會錯誤 這個我想慢慢要習慣 如果你有發生這樣的錯誤 很多的話寫程式就會非常的 像什麼 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而且怎麼寫都不會錯 即便錯呢 你馬上一眼也可以看出錯在哪裡 有些人為什麼不行 因為可能你基本功就不行 那更不要說以後 要把它用在很多 這個後續像網路爬蟲上面 你一爬回來資料更多 程式更亂 那你投 怎麼 我跟你講後面就根本不可能了 因為後面只會越複雜 不會越簡單 前面的都寫不出來 後面更不用講 因為後面一定會用到很多for回圈 或者file回圈 那這個東西呢 我一直強調 寫程式沒有那個99分的 你一定要100分 99分就是有bug 差一個地方就是不行 你有時候 為了解決那個問題 可能花個好幾個小時 也不見得有結果 所以其實 這東西我想還是基本功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基數部分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i的詞怎麼樣 這個i的詞一定要13579 那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它變成13579 把它加在一起 那方法很多 我們要不就怎麼樣 幾個方式 是不是這邊可以做一點 Range裡面 其實Range裡面呢 其實也可以讓它變13579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剛剛提過的 這邊加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假設方法很多 也許我們先講 第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加一個什麼呢 邏輯判斷 邏輯if 對不對 衣服什麼呢 後面的話就是說 如果i這個詞 除以2的余數 等於1的話 有沒有 1除以2余1嘛 3除以2也是余1 5除以2也是余1 所以呢 13579除以2一定都是余1 的話 那就怎麼樣幫我加 反之 反之 就跳過吧 那這個敘述怎麼寫 我想可能這慢慢你要習慣 因為 以後你的工作裡面很多就是要寫這個 那你要很順暢的寫出來 所以喔 特別說 if i怎麼樣呢 除以2的余數 就是一個person 2 等於 等於1的話 才去加 對不對 特別注意喔 這個等於喔 記得要多一個等於喔 如果單一個等於的話 就是賦予阿 就剛剛指定 比如把後面指定到前面 如果你要比對的話 一定要記得是兩個喔 因為以前VBA的話 都是一個啦 沒有兩個的 那 所以很容易同學啦 以前可能學習慣 就會漏掉 加一個冒號 這樣在那個VBA裡面 這個冒號 就是用在哪一代的 所以很多同學 反正你慢慢知道 它兩者之間的差異 那特別注意呢 這個地方寫了這一行敘述之後 如果 它是1的話 才加總 記得喔 這個後面請你增加一個縮排 為什麼增加一個縮排 是 當前面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會去加 OK 這個地方一定要縮排 如果你不縮排的話 它還是在Fall裡面喔 等於一定會跑的喔 OK 所以這個有沒有縮排 差別非常大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OK 請各位特別注意 因為 常常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跑的跟你不一樣 我不是程式都跟你寫的一模一樣 我就一看 你這裡沒有縮排啊 就是縮排 縮排 也是程式的一部分喔 OK 所以我會再三強調喔 來吧 跑跑看 所以它一定什麼跑呢 一定跑進來之後 這個 就是 如果是基數才把它加起來 如果偶數的話呢 那就跳過去了 偶數就跳過去了 OK 所以執行結果的話 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2500 OK 這是第一種 當然如果你要 相反的喔 如果說我要的是偶數的話 那就是什麼 除以2的餘數 就是整除啦 所以整除的話 你把它執行的話 這個第二種變化題 就是什麼 它的 偶數的話 乘起來 結果就會是 加總起來就是不一樣 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應該沒問題吧 就是透過一個 邏輯判斷 加上一個什麼 這個一定要縮排 就可以解決 這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的話 後面我們還會提到 有關什麼 Continue Continue的話 這個用到的機會 其實 也算高 也算不高 因為你不 有的時候 其實不會Continue 程式還是寫得出來 但是會的話 等於你多一招 多一招 意思就是說 這個Continue 意思說 如果上面的邏輯 為True的時候 它下面就不執行了 它就跳過的意思 意思就是 到這邊 如果這個 這個是什麼 I Person 二 意思就是說 它除以二之後 餘數等於零 等於零 等於零的話 意思就是說 它是整除的狀態 整除狀態就是 這個I的值 現在是偶數 當它是偶數的時候 Continue 意思是什麼 跳過的意思 所以Continue 在這邊的意思 應該叫 應該叫跳過吧 意思說 如果我不執行加總 我就把程式跳過 它就不會去往下跑 它只會從這邊 又讓它回到 4回圈 讓它換下一個 跳過換下一個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呢 如果我把它執行過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當它是 這個是意思 當它是偶數的話 就跳過 換下一個 有沒有 加總結果也會是正確的 OK 這個當然 這個Continue的敘述 就有點像 你顛倒過來 跟剛剛的邏輯 剛好顛倒 剛剛是 等於1再加 那這個Continue是 當它等於0的話 偶數就跳過不加 而且你要記得喔 縮排的位置 它還是維持在這裡 OK 所以這個Continue的敘述 請各位注意 那這兩種方法 我想請各位都練習看 看看 因為 不過好像最後你可能會想說 那個好像Continue 多了一行耶 反而相對的程式 比較冗長 沒錯啦 所以Continue 用到的機會呢 相對的比較少 有些程式呢 不見得一定會用到 但是如果哪一天剛好 有些地方用個Continue 好像比較好解的話 或許你把這個Continue用上 說不定可以讓程式更簡潔 所以多一招啦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 那個FOR迴圈1到99 如果我要只要是那個什麼呢 只要是基數的部分加總 那該怎麼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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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